今晚2021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式 继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者表彰仪式 在厦门国际会中心海峡厅举行 作为每年开幕式的重头戏 今年的点亮金鸡环节有哪些亮点 我们的记者肖欣正在现场采访 我们来看一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金鸡时刻 厦门再次迎来群星璀璨 此时此刻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 2021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式入场仪式 此刻是我的姐姐剧组 其中青年演员张子峰凭借这部影片 获得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那么在稍后呢 提名影片的主唱人员 都会陆续走入身后的厦门国际会议中心 这里是厦门国际会议中心海峡厅 此时此刻在我身后 2021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式 继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提名者表彰仪式正在进行中 可以看到从我身后呢 可以看到今天晚上的舞台呢 主要是有50多根 可以移动的屏幕立柱组成 大气而不失灵动 在我身后即将进行的节目 叫做光影记忆 由艺人刘烨和张子峰为大家带来 在这个节目之后呢 就将启动的是今晚的点亮金鸡仪式 一起点亮金鸡 点亮金鸡仪式 由本届金鸡奖最佳男女主角奖 提名者刘烨张子峰共同开启 今年点亮金鸡仪式更是充满科技感 将厦门的城市魅力和金鸡的主形象 生动地结合在了一起 今晚的舞台上星光熠熠 颇受影迷喜爱的王俊凯 刘浩存等影星影人纷纷亮相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歌舞表演 现场本届金鸡奖评委会 还对本届金鸡奖提名影片 和主创人员进行了几种表彰 中国医生首导人 我和我的家乡等影片 获得了最佳故事片提名 其中张艺谋导演的悬崖之上 共获得包括最佳导演 最佳男主角在内的七项提名 领跑提名榜 记者来解到 本届金鸡奖报名工作 从今年7月7号启动至截止 共计收到各片种报名影片185部 经过出评 全体评委以实名制投票的方式 评选产生了最佳故事片 最佳男女主角 最佳摄影等19个奖项的提名名单 而最终大奖的归属 将在12月30号第34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揭晓 记者萧欣 高志强报道